美国一名86岁的阿婆早前在超市偷东西就被人拘捕了 后来被人发现她竟然就是全其珠宝大盗Doris Paley 由22岁开始偷窃珠宝 长达66年的偷窃生涯中 Doris Paley偷过的珠宝价值超过200万美金 先后被人拘捕了超过20次 而令她一偷成名的是她曾经在摩纳哥成功偷走一只价值50万美金的十卡鑽石戒指 Doris Paley这么戏剧性的一生就被传媒封为全奇盗策兼拍了纪录片 但今年86岁的她仍然拆性难改 在7月17日去美国一家沃尔玛超市 企图偷走只是价值86美金的物品被捕 而Doris Paley在纪录片里面就说过 只要我想偷的东西从来都没有说偷无故 但今次在超市里失败了 不知算不算老猫才嫂呢?